恐怖埋線減肥 18個大洞留在身上 因為我怕肥 說中藥 好像針灸有一個 新的羊腸線減肥 都想試一下 很多女生就像你這樣 不闖禍 她全身三碗瘡 還開始潰爛兼流浪 搞成這樣 嫁引你88條20cm長的羊腸線 6月初 在市集村下每一家做了 眉線減肥 剛開始做了20cm之後 就出現紅腫 一個月過後就開始化膿 他們當初安慰我 正常的培齒 到最後就說 化成膿以後越來越嚴重 當時我就疼得不行了 因為那些籠包每天晚上都在發炎 我晚上基本上睡不著覺 整個都在發燒 那樣的不知道她 像一個很大的包 就像蛋黃那麼大的 古的包包 又紅又腫 之後就開始發燒了 美容院原本都說沒事 還答應幫她免費醫衝 換藥簡直痛的 身不如屎 叫到整層樓 都聽到我的哭聲 當然搞不定 最後要到醫院做四次手術 押了37刀 距離就踩上美藝佳里倫 她給我做的是第二次 你自己做的對吧 不是 你看 陳人說不是 還說已經將兩位女士的資料 送到廣州公司調查 她兩個還在深圳當局投訴 結果發現美藝佳原來不可以 進行埋線這些醫學美容 埋線減肥近年在內地很流行 屬於微創手術 埋了的羊腸線會自動溶解 有醫生就估計是手術器具不乾淨 或是線溶不到而造成